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加一一名蔡姓继承车司机因业务往来和台中的马姓女子成为朋友,马女并于去年6月透过LINE将裸胸罩及私处罩转给蔡楠,没想到两人之后因工作因素关系交悟,蔡楠心声不满,竟将不哑罩转传至多个成员于百人的LINE群组,台中地愿以防害风化等罪,判处蔡楠6个月有期突破, 判决书指出,在嘉义市开机乘车的蔡楠因业务往来结识马女,她并于去年6月传了一张裸胸罩和二张私处罩给蔡楠,没想到其后两人因客户问题交悟,蔡楠于今年2月13日回传给马女她的私密召集名片,并恐吓她,我醉了不知道有没有传错给网友,不要怪我, 你毁了你自己,后面还有正面照是你逼我,想想自己的作为有何后果,一其次 没想到隔天,蔡楠真的把马女的二张私密照和名片分享至欧脆皮鸡废话群,内有169人,OL旅游业者联络处,内有467人,XX租车台东旅游资讯互助区,内有246人,创社群,内有58人等群组,另把她的裸胸召传至全国车岛司令联合会议群,内有476人, 群组工人关缆并留下代客去就有这种福利等恶意的不实言论,马女看手机发现后,立刻向警方报案,蔡楠到岸后坦诚散布马女的私密照,两人最后也达成和解,但因蔡楠触犯的恐吓危害安全罪和防害风化之以传输至网际网路平台方法, 工人关缆猥胁影像罪等为公诉罪,人遭起诉台中地院审判后合并执行两项罪名,有期徒刑六个月,欢刑两年并需向公库支付一万元。